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大陆剩下最后两个月 它今年的经济是不是真的那么疲软不振 那么GDP中国的目标是保五 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第三季的GDP年增长4.9% 比市场预期好 所以第四季只要4.4%的增长 保五就能达标 而现在它主要的内需消费火车头 是各种各样的国内旅游 通常一个社会的火车头 拉动的是房地产 但是一到九月房产开发投资金额 不断下滑 按年叠已经将近一成 那刚刚在沿着沪城河一路走过来 沿途也都是熙熙攘攘的游客 而在故宫的对面景山公园旁边呢 也是聚集了很多游客在排队检票入园 爆量的游客人潮 从7月暑假开始到11黄金周假期 整个旅游市场成了激发内需消费的主要动力 大陆国家统计局 18号公布第三季GDP 按年增长4.9% 高于市场预期 我们现在有一个初步的测散 如果要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四季度 只要增长4.4%以上 就可以保障完成全年5%左右的预期目标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对这个完成全年经济目标 是非常有信心的 仿佛吃下一颗定心丸 要达到GDP保五信心十足 因为摊开今年前三季 GDP增长每一季都超过4.4% 而目前三季平均下来 GDP增长是5.2% 因此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 不出意外收官成绩 应该没问题 增长是期稳回升的 那么这个增速呢 就是无论是通比增速 还是环比在国际的主要经济体中间 都是排在前面的 明年前茅 这是一个积极变化 官方认为各项稳经济促消费政策 成效在逐步显现 内需拉动下 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升幅扩大到5.5% 而工业增加值维持4.5% 没有想象中差 头三季的经济数据出了之后 很明显是见到 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复苏力度 是有所加强 那么我们相信在这个环境之下 就可能令到决策者觉得 是在进一步货币政策的 这个迫切性是减弱了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 也调整对中国大陆 今年GDP增长预估 摩根纳通跟花旗认为 将达5%以上 德意志银行跟澳新银行 则认为5.1% 高盛最乐观 估计会达5.4%以上 旅游市场 明显复苏 暂时稳住了大陆经济 但房市问题却不是一时之间能好转 今年一到九月 大陆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为人民币8.7兆 按年跌9.1% 跌幅持续扩大 分析认为 接下来如果保焦楼都能完工交付 市场会有一定激励 不过不少城市在认房不认带政策满月后 交易降温 房众又重新拿起电话 扣客户看房 上海在推出认房不认带政策后三周内 二手房的成交量有所提升 每周大约4000多件 但第四周开始就跌到2700多件 确实也消化了一波 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它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说它的节奏并没有说因为新生出来更加加快 很多其实还是在观望中 大陆房地产供应过剩 28座城市平均空置率达12% 先前大陆国家统计局官员还直言 14亿人口也住不完 问题要解透 绝对不是一波政策能解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